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又和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是7月27号 那么很多朋友我想都看到了 中共最近又想利用官派律师来做他的拐杖 起到一个在迫害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过程中 好像是他们在按照法律形式一样 那么王全璋律师已经被中共关押两年多了 那么长时间以来 王全璋自己聘请的律师也好 他的妻子李文足给他找的律师也好 已经无数次到天津要求会见 都被中共这样一个黑权力集团无力的拒绝 理由有各种各样 有的时候说他找了有律师 有的时候说他解聘这些律师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让你会见 但是中共的这些说辞 我想谁都能稍微有一丁点思想的人 都很清楚地看到这说不过去 与情与理与法都是不符的 那么两年多来 王全璋一直是杳无音信 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共 通过天津的这个中共政法系统 不管是法院也好 检查院也好 我们看到这都是中共政法系统 中共的一个工具而已 找到陈有希所在的 当地的司法系统 去联系到陈有希 要他来做王全璋的律师 那么陈有希律师 我想不用太多的介绍了 很多人在之前可能也听到 在雷扬的案件当中 他成功地帮助中共 让雷扬的案件熄火 中共多开了一会儿印钞机 把这个案子平息下去 当然他所做的类似的事情 不止这一件了 在这我们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谈他 就说他是优秀中共党员 那么这一次 在中共骑虎南下的情况下 在王全璋律师坚决不认罪 拒绝和中共妥协 遭到中共两年多 没有任何信息释放出来 不允许任何律师跟他会见的那种 压力之下 中共依然没有拿下王全璋 那么就想出了这样一个 想借陈有希这个坡 来下709打压这头驴 导致了陈带着他的助理 据说呢 迅速地跑到北京 据说跟王全璋见了面 当然究竟怎么样 还有的证实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但是王全璋 很聪明 他看到陈有希律师 这个情况 后来就没有跟他签协议 所以这个代理也就不能进行下去 据这个有希自己讲 后来他又他去看了卷 他还把这个光盘又退回去 那么我们试问一下 王全璋自己的律师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 对不对 你去 你可以迅速地就顺利地看卷 顺利地去跟他见面 那么其他的 王全璋自己的律师 他家人为他聘请的律师 拿着家人的委托书 拿着所有的法律手续 到那要求会见 怎么就不能进行 那很简单 人家是一伙的 人家是中共要他来的 人家是自己人 对不对 自己人为自己人说话 帮着给王全璋定罪 当然 中共通过政法委一声令下 那全部都是一露绿灯了 那还用说吗 对吧 被中共视为敌人的这些此刻律师 长期以来为了正义 为了公平 为了维护法治 那是始终是认这个死脸啊 较真啊 那中共当然就不喜欢了 再者说 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想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个中国捍卫正义 公平的战场已经不在法庭上 法庭只是中共一个工具 这个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我想大家可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看到陈有希的这种表现 我也一下子想起来 我当年在看守所被中共强行指派律师的经历 在中共强行开庭之前把我押在法庭地下室里 然后就有两个中共的这样的指派的律师 跑到我的面前说领导叫我们来给你代理 他自己也非常的不自然 那种奴才像 一语言表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有律师 对不起我不用你们 然后他们就走开 但是中共还是强行开庭 在法庭上 这些律师只会说一句话 对于公诉人提出的任何指控 他都说没有意义 那言外之意就是认可中共所有的指控就是了 整个过程他们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只是给外界看来 你看他有律师 但是有律师是谁的律师 是中共的律师 那不是我的律师 那陈有希如果去给王全璋辩护 那也是中共的律师 那怎么能是王全璋的律师呢 是不是 你中共干脆就找个橡皮 你做一个律师放在那给王全璋用 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时候 像这样的官派律师 那就是中共的帮中 就是中共用来让别人看起来 像按照法律执行的一个拐杖 或者说在迫害的过程中 他需要这样一根拐杖 就找了这样一批人 这样的律师还很多 包括当初李和平被判 判刑的时候也曾经用了这样的律师 也被指派了 那么尤其是在法庭武力强行判决之后 法院后来竟然带着我的两个律师 当然是中共指派的那两个律师 不是我的律师 那两个中共的奴才 竟然直接就到了看守所的里边 按照法律规定 也别说他们即使是公安去提人 也要通过外提进行 他们自己不能到关押区里边 但是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到关押区里边 坐到办公室里 离我只有五六米远 然后叫我出来跟他们说话 问我上不上诉 那我说上诉 这两个律师竟然就无耻的说 啊那你上诉 那就还得由我们代理 我对不起 我有我的律师 不需要你们代理 他说你的律师不愿为你代理 这样的律师有一个特点 就是尽小力做表的又要立排放 那陈有希现在在表现出来的 跟当时的律师 跟当时那两个官派律师也差不多 当时那两个人就说 要不是看你是个盲人 我们还不愿意给你代理呢 要不是看你那律师不愿意给你代理 我们还不愿意做呢 你看这多无耻 所以是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 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他之所以能够得逞 跟这些人的奴才 跟这些人与中共航瀉一切 从中谋利 是分不开的 没有这些人 中共不会这么容易的去对 中国人民进行奴役 不会这么容易的去对维权力 就是维权力进行迫害 所以我想我在这儿今天 想和大家探讨一个事情 很清楚 中共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也好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好 这个在王默和新文飞的 这个自我辩护词里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中国法律 虽然是写成颠覆国家政权 但其实是即使人真的是颠覆 三颠 颠覆的也是你共产专制政权 也不是什么国家政权 你不要拿国家说事 不要拿打着国家的旗号 来维护你一党的私利 具体的说 中共当权者你的私利 所以颠覆你中共政权 并不等于颠覆国家政权 你只不过是打着国家的旗号 批上国家的外衣而已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想很多有点法律常识的 甚至普通的百姓都非常清楚 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 国家政权怎么被颠覆 再者说中共这个专制政权 也不是精明选的 你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颠覆你 就是捍卫正义 颠覆非法的东西 就是合法的 就是正当的 所以 陈有希 你是什么中共优秀党员 那么我想在中共挟持着中国 绑架政府 奴役人民的这样一种专制状态之下 任何的颠覆罪三天罪 那么 所有的中共党员律师都应该回避 我觉得 对吧 你既然是中共党员 你当然要回避了 怎么能保证 你是宣了事的 把一切交给党 对不对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既然是中共党员 谁能保证 你不是去为了共产党的一己私利 来做辩护啊 你怎么可能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上 去辩护啊 所以说按照立法法的这种公平原则 中共党员律师 对于这些三天罪也好 颠覆罪也好 或者是 被中共形式化了的 实际上真正是这些政治案件的这些犯罪也好 你就应该回避 你就不应该去担任这样的律师 你就没有这样资格 只要这些人介入 就没有合理可言 没有合法可讲 所以在中共专制之下 我们看到 只要你在这个社会当中 凝聚了一些力量或者是人 或者是你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如果你不是被中共牢牢控制着 你不甘愿成为它的奴才 中共就会把你视为敌人 这已经是定而不可疑的了 你就别管什么协会 什么你什么名堂都不重要 你是个钓鱼协会 钓鱼协会 或者是什么乞讨协会 只要你人多了 中共就会把你视为敌人 对吧 上次视频当中我们谈到的 关于这个善心会的 这个启迪当中我们谈到的 那善心会现在开始说是传销组织 现在就被中共定性为邪教 其实要说到邪教 你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全球也没有你中共那么邪的一个非法 比这个黑手党还黑的邪恶组织 我想这点稍微体会过来 大家都很清楚 你说你跟中共讲道理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是吧 法庭已经不再是博弈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说对于中共的法律 我觉得大家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 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他 中共已经没有这样的诚信 那么即使我做完了四年三个月在监狱里 不包括前边的这个非法拘禁黑监狱 那么中共不也是依然的就把你非法拘禁在家里 比监狱还要残酷的对你进行折磨吗 你说他依据的哪部法律 在这样一个时候 中共可以随意的把公监法这些人员 把这个 这些官员们 让他脱掉制服 穿上便衣 到你家里扮演流氓 去抢劫 殴打 这一系列事情不都在做吗 你说在这个时候他代表国家吗 我曾亲自质问 有个叫杨锡刚的宁南县的国宝 我说你们这样到家里来抢东西打人 你们作为警察 我知道他是警察 我说你们有什么法律手续 他摇着头说 我们现在不是警察 我说你不是警察你是什么 我们是党叫我们来替党办事的 这已经够赤裸了吧 对吧 我说那你是党卫军 他没有回话 张健在7月29号 2011年也亲自说 我说你们跟他讲法 他说我们就是不用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你还能怎么找 一个是代表中共特务的公安国宝 一个是代表中共自己的党的 副书记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我想老百姓主 还对中共抱什么希望的话 我觉得那真是有点不可救药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说什么 对不对 你说你跟他讲的已经讲成道理 我说我就算杀人了 我就算强奸了 这个中共 这个周永康的女儿 那我做完劳出来了 你们凭什么还对我进行这非法拘禁 那他们就根本不跟你讲道理 他说你还没改做好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想跟大家说 中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 到了走到了今天 大家就不要迷信他给我们设的那些路 他给我们布的那些局 包括他给我们立的那些法律 当然如果是捍卫社会公正的那些法律 我们依然可以遵守 依然可以奉行 但是很多中共的恶法 或者在中共法律当中加进去的那些恶条 我们就全面否定 你这个时候你所谓的非法 恶法就是非法 那么我们非恶法就是合法 就是捍卫正义 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已经是见在线上 不得不发 不管中共愿意不愿意 这里的革命 我想我也看到很多人在争论 说你没有枪怎么革命 什么叫没有枪怎么革命 枪是哪来的 不是人做出来的吗 中共在南湖游船上的时候就有枪吗 另外 在过去 很多时候 民间的这种反抗 结束专制的状态还少吗 在历史上 可能有朋友会说 那是冷兵器时代 热兵器时代也一样 中共当年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 不是热兵器时代吗 对不对 中共所宣称的小米家不强 然后跟所谓的美食装备的国民党 最后怎么样结果 所以关键的是 你有没有这种革命思想 你敢不敢去想 敢不敢去做 有枪你敢不敢拿 对不对 天安门上的那个步枪不是被砸碎了吗 那再者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 小米家的枪还真的那么难吗 给你 你敢不敢拿呀 这是最关键 有没有这副心 有没有这个胆 乱世出英雄 乱世英雄起四方 在这样一个乱世里 在这样一个没有道理可讲的社会里 你有没有愿意愿成为英雄 有没有意愿 协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走出专制 进入到民主当中 生活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里 这是我们最关键需要考虑的 至于那些东西 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什么都会有 只要你想有 只要你敢有 只要你想办法有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这种思想 要有这种意识 要有这种胆识 好的 今天又跟朋友们谈了这么多 不管怎么说 中国现在这样一种状态 属于 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多管齐下 各种各样可能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状态 不管大家持有什么观点 我觉得只要用你们的方法去推动中国的武向民主法 这就可以了 不要对不同思想的朋友提出太多意义 不是说不能提意义 不要提出太多意义 如果你反对我们用不同方法去反专制 反共的这些人的时间 经历这个比激烈程度 比去反对中共还激烈的话 你就有问题了 好的 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一起分享这些信息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大家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直播再会